来了啊 转过来 今天关系有点不太好 转过来 好 那么你们最想要的东西 来了 PCP的这个枪 PCP的这个枪 这是防御枪 防御枪 防御枪 那么我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就是说 有的朋友呢 就是来问我 够 再说一遍 国内的朋友了嘛 你除非是特殊警务人员 然后有批文的话 再来找我 其他的人呢 你不要再问了啊 这个东西国内是不可以卖 卖给你们的 OK 国内不可以卖给你们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 我这里要说一下 因为那天我把视频发了之后 我发现 我发现了一点 你们不要介意啊 说实在有点难听 就是为什么 现在政府把所有的枪 都给你们尽了呢 就是一点芭蕉啊 因为很多朋友很聪明 那有人就说 那报告这个很简单 我把这一块 整个的换掉 换成金属的了 是不是就可以打 那个下的干的销 我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行还是不行 我不敢回答 这个问题 OK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还有的朋友说 那么我在这个里面 装硫酸怎么样 装火药怎么样 对不对 或者装一个 那个像手榴弹一样的 后面系一根 导火索一枪打出去以后 炸了怎么样 可不可以 I don't know 别问我 OK 我不能回答你这种问题 我不能回答你这种问题 因为你们实在是太聪明 我不敢回答这类的问题 OK 这就是为什么国内 让你们什么都不能 你们知道吗 在美国 我这个拿到手上是什么样子 那我可以做的改装是什么呢 我可以把它做个色 做个颜色 对吧 现在 装个瞄准镜 把握把换换小一点 怎么样 我不能改变它的功能 不可以改变这个function 我改变function 我要坐牢的在美国 不仅在美国 在西方国家 我是要坐牢的 跟法律是不能开玩笑的 国内的朋友 是不是 我不太清楚啊 你们要恨我呀 怎么样也好 我觉得你们是不是 觉得跟法律开玩笑 是一件 是一件不大的事情 是不是 不严重的事情 在这里是非常严重的 我是不敢改的这个枪 OK 所以你问我那些问题 也别问了 你觉得你想放什么 你有本事买得到这个枪 你想放什么 你自己放自己做试验去 我是不能够告诉你任何 这个枪就是一个辣椒水发射器 这不叫枪 这叫辣椒水发射器 那么我现在再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可以来个特写 这个是预装好了的辣椒水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不可以吃啊 不可以打到火锅里面 我觉得很多朋友 这种玩笑就开得特别好玩 说是今后可以 火锅玩具带辣椒 是不是 对着火锅来一枪 可不可以 可以 那我不是跟大家说吗 这可以在某些特定场合里面 比如说你和你老婆两个在家里面玩的时候 搞点奶油在里面 是不是 这个是可以的 你问我如果这可不可以 我可以告诉你 绝对可以 对吧 那你要说加什么火药的炸药在里面 那是I don't know 你自己去搞定了 OK 玩笑归玩笑 那么很多朋友就问了 那么这个东西是怎么个副装法 我现在这里跟大家说一点 这个发射器 不是枪 用在什么地方呢 一般 就是说防卫 防卫是什么一个状况呢 你在家里面的状况 OK 你在家里面 你没有持枪证 你不可能搞一只黑枪犯在家里面 对不对 是不是 那这种情况下 我棒 这是OK的嘛 这个 对不对 然后我跑了嘛 你蒙成眼睛 我就跑了 报警或者怎么样子 这是OK的嘛 对不对 并不是说要你去对抗警察 你不可能拿着这种 这种傻逼玩意去对付警察的 OK 别开这个玩笑 我会死得很快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警用在什么地方 很多朋友问我的 警用在什么地方 在高报场所 我们说的 面粉厂 炸药厂 火药厂 总之就是空气里面的 可燃的粉末 很多的场所 你必须用这个 不可能用真枪的 真的发生死心时候 棒一枪就炸了 那个 这个没问题 这个它没有火星 没有火花 没有火产生 说的话它是OK的 OK 警用是用在这些地方 不是说一般的 防报那些的 那些那些我觉得 用枪好了还是 对不对 或者用那个Taser gun 贵就贵一点 对不对 棒一枪打了 是不是 你这个打了 就像有的朋友 这个玩笑也开得好玩 有的朋友说 嗯 这个管动人肯定扛不住 结果只有管动的朋友 回 回了一个回铁 很有意思 谁跟你说管动人 不吃辣椒现在 对不对 然后还有很好玩的朋友 有个朋友 不好意思 奸细的朋友们 我忘了说你们的辣椒了 很多奸细的朋友说 棒给你把我们 奸细辣椒忘记了 我们奸细辣椒也很好吃的 OK 对 第一 我把奸细辣椒忘记了 第二我觉得陕西人也吃辣椒 大盘机里面那个辣椒 对不对 新疆的朋友也吃辣椒 OK 总之你可以配任何味道的辣椒 在里面 这个呢 我们会在下面的 另外一个视频里面 告诉大家来 怎么来装配这个子弹 就是怎么样来重新砖 这个子弹 现在的话呢 我就想示范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子弹 怎么来做准备 好 首先一点 你这个前面 你要没确 它是领紧的 领紧的 不要打老干妈 老干妈打不出来 它只有这么大的一点 除非你把这个 这个给它欧了 全部挖了 就可以打老干妈了 老干妈有豆 一颗黑豆就附在脸上 可以的 什么时候 我专门做个这个实验 给大家看 OK 今天的主题不是这个 首先一点 我得看这个破片器在不在 对吧 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的 对吧 这个破片器 这个破片在这里 对吧 是没变形的 大家可以看见没 它是没变形的 OK 没变形的 然后欧圈在不在 这些检查好 然后把破片这个领上去 大家可以看得见 现在这个破片 和我这个底呢 是成平行状态的 看见没有 成平行状态的 你把它领紧 记住一定得领紧 领到这个位置 那么属于枪的话呢 我们会来一个充气法 充气法 这个充气法 大阀向下 大家记住 一定要make sure 你的这些圈 这些都在上面 OK 把它领上去 那么这个充气很简单 领紧哦 一定得领紧 领紧 再注意一下 是平的 对吧 那么就是你买一个气筒 这个几十块钱 美金的一个气筒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气筒 这个气筒 打气 我们这个的话呢 是打得到 打到二十 打到这个什么 打到三十 打到三十 三十 三十也就是说 我们说的 三十五吧 三十兆帕 三十五是最高 对吧 打到三十五是最高 那么 我们的这个破呢 是什么呢 按照国际标准来说 这个小 这个容器打爆 的时候 它是 就是说 我们允许的 两点五倍 两点五倍 就是说 我是三十 三十兆帕 那么我也是 三十兆帕的 两点五倍 然后把它打爆 对吧 但是我们现在 给它的更高一点 是什么 是三点二倍 三点二倍 它才会炸 所以你打到 三十 三十兆帕 是非常OK的 也就是说 那天我们说的 说 七千 七千PSI 是不是 是不是 七千PSI 看嘛 四千多 七千PSI 四千 四千 五千 三十兆帕 四千多 PSI OK 那么你这个稿 稿完之后 那么 大家看见没有 这个气筒 它是连接着的 大家看见没有 是扁的 套上去 可以紧了 那么我现在开始打气 打气这个过程 就不用拍了 许仔 来闪定一下 许仔来打气 呀